曹冲突然被老鼠给咬了 浑身上下一片黑子 明显是中毒的征兆 主治医师当场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少公子已是命悬一线了 这让老曹心痛难当 巡域赶紧解释到 最近确实有毒鼠出没 前阵子院那一只猫 就是因为误吃了毒鼠而亡 他为何偏偏就要冲二 为何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还请丞相结案 我看了少公子腿上的毒痕 不是毒鼠咬的 是蛇咬的 何以见得 巡域见此 这才说出真相 因为他发现 曹冲看似是被老鼠锁咬 其实是被毒蛇锁定 侧下上为何会有属实痕迹 假象 假象 那真相是什么 毒蛇咬的 这让曹操大为吃惊 可是像府之内地势这么高 还专门做有各种预防 毒蛇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蛇自己不会进 可要是人 这句话 让曹操心里一颤 果然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当即质问 到底是谁干的 巡域非常惶恐 万万不敢说 今天我偏要你猜 我要你说出心中念头 说什么都无罪 你要不说我就杀你 老曹是真急了 下一代的接班人 眼看就要断气 此时也没有了顾忌 巡域试探性的回答 可能是某位公子中的一位 谁 林玉哪敢掺和这件事 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 老曹直接拔出长剑 不说现在就得死 事实摆在眼前 唯一且最有可能的 就是大儿子曹丕 老曹瞬间浑身无力 瘫作一团 手心手背都是肉 心如冷血的他 一时间却不知该如何抉择 偏偏就在这时 恶号再一次传 曹丕居然也被毒蛇给咬了 如今人事不醒 危在旦夕 谁 批 批公子 这让巡域也懵了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 曹操不相信 赶紧带着巡域一起前往 他想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曹丕 自编自导的苦肉计